3月23日 停靠在韩国的一艘美国海军舰艇上正在进行筹备工作 这是盟国之间五年来首次大规模两棋登陆演习 美国军舰马金岛号于3月22日 停靠在东南部港口城市釜山的一个海军基地 参加3月20日开始并将持续到4月3日的演习 韩国军方表示 两国约有12000名水手和海军陆战队员将参加 此外还有30艘军舰 70架飞机和50辆两栖攻击车 据韩国军方称 停靠长期以来一直对韩国和美国军队进行的演习感到愤怒 称联合演习是在为入侵朝鲜做准备